天色阴暗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 似乎变得跟天气一样的沉闷 同样的 当生活当中的一些不顺畅 遮蔽了原本明朗的色调的时候 人也会因此抑郁痛苦 在诗篇三十一篇第九节 十节那里 大卫在祷告当中 向神臣民 他因为受患难 而苦不堪言的心情的时候 他说 耶和华 求你连续我 因为我在疾难之中 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扁 连我的身心也不安恕 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 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 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 我的骨头也枯干 尽管逆境带来那么多的苦 弄得我们里面的灵发昏 然而神却清除他自己的作为 他也知道我们的道路 虽然优苦 像是打了结的线头 咯咯哒哒的很难看 但是 在这不平顺的地方 神为我们转换了 人生的色彩跟图案 大卫知道信靠神 是唯一减出痛苦的办法 因此他在神的面前 交托了痛苦之后 又借着祷告 更加兼顾自己 在诗篇三十一篇 十九节二十四节那里 他说 敬畏你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 是何等大呢 翻仰望耶和华的人 你们都要壮胆 兼顾你们的心 从大卫自己一生的见证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神在他的身上 所成就的 是一副多么绚丽 又伟大的杰作 所以有句话说 欲语不浊不成器 在自然的环境当中 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伐木工人 在检验木材品质的时候 他总是用一个 很尖锐的铁钩子 刺进木材里面 有些木材呢 他挑出来搁在一边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这些木材 要挑出来放在 另外一个地方呢 原来那些木材 虽然从外观上看起来 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生长在山谷里的木材 没有经过风伤的淬炼 质地比较松又粗糙 而生长在高山上的木材 从树苗到长大成树 期间不知道受过多少 雨雪风霜的侵袭 质地非常的细密 用铁钩子一试就知道了 那些生长在高山上的 上等木材 如果不选出来 被当成了一般的木材使用 那就太可惜了 同样的一个人 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 生活的考验 不会是一个稳重成熟 又老练的人 他不仅不能够帮助别人 甚至有的时候 连自己的事情都弄不好 遇到了一点打击 他恐怕就要惊慌地崩溃了 所以我们情愿迎接一些 我们承受得住的考验 若是我们值得神话功夫 来塑造我们 就求神赐给我们忍耐的心智 静静地等候 神歇手完工的那一天 在诗篇第121篇的经文里面 诗人说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必不打顿 保护以色列的 也不打顿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逼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时直到永远 是的 耶和华是掌管太阳的神 也是掌管月亮的神 他是顺畅时的神 也是逆境中的神 不论白天或者是黑夜 他都与我们同在 只要我们信靠他 神因着自己的信实 必然赐下力量给我们 叫我们虽然流泪 也能在安慰当中欢呼赞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